这一天一如往常的要去做一个月一次的新生儿健检 六个月大的新星刚好是最后一次回诊 问了医生一句 他的心脏好像跳得特别快 我们就陆续做了很多项检查 做完检查后 医生建议直接到龙总挂急诊 当时的专诊单上是这样写的 道尔龙总还是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插针掉点滴抽血照X光 看着小小身体的你因为疼痛而大哭 检查做完后被告知有心脏衰竭的症状 需要立即送进重症家务病房 我真的忍不住崩溃了 怀孕十个月痛了三天而生下的孩子 而今天的状况是我有可能失去他 我们对这病症也一无所知 自从医生说了之后查了无数资料 马凡视症是一种全身性结地组织病变的疾病 发生率约为5000至1万分之一 其中4分之一属于自变性突变 而欣欣他不幸就是这四分之一 这症状又称为蜘蛛人症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瘦肠 目前欣欣就是心脏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医生希望他能尽量大一点再进行手术 目前就是吃药回诊治疗 这一天一如往常的要去做一个月一次的新生儿健健 六个月大的欣欣刚好是最后一次回诊 问了医生一句 他的心脏好像跳得特别快 我们就陆续做了很多项检查 做完检查后 医生建议直接到龙总挂急诊 当时的专诊单上是这样写的 道尔龙总还是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插针 掉点滴 抽血 照X光 看着小小身体的你 因为疼痛而大哭 爸爸妈妈也只能抓住你 做着一项又一项的检查 口罩哭湿了又干 干了又大哭而湿透 检查做完后 被告知有心脏衰竭的症状 需要立即送进重症家户病房 并且因为疫情期间不可以陪伴 需要准备孩子住院物品 到脚后我真的忍不住崩溃了 怀孕十个月痛了三天而生下的孩子 而今天的状况是我有可能失去他 这对我来说我的世界真的要崩塌了 不管这一天过了多久 想起这一天我还是务必难受 这几天很多网友问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马凡事症 其实在医生告知我们之前 我们对这病症也一无所知 自从医生说了之后查了无数资料 马凡事症是一种全身性结地组织病变的疾病 发生率约为五千至一万分之一 其中四分之一属于自变性突变 而星星他不信就是这四分之一 这症状又称为蜘蛛人症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瘦肠 再来就是心血管疾病 另外还有眼睛跟骨骼的问题 蛮多病患是在青少年时期才发现 所以医生才会说星星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称得上是一种幸运吗 很谢谢大家都很关心星星的症状 目前星星就是心脏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医生希望他能尽量大一点再进行手术 目前就是吃药回诊治疗 不管未来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探索这个世界 爸爸妈妈都会永远陪着你一起检索 MING PAO CANADA TALMS MING PAO CANADA